你也认识王小嫂啊 认识 我们是老乡 保姆圈嘛就那么大 你来我往 倪先生 你放心 我做保姆的时间比他还久呢 那就好 你这个车是国产来进口的 不要打江湖啊 我们讲好了啊 按方老师刚才讲的 没少是十块啊 倪先生 你有小孩吗 没有啊 那你结婚了吗 结了 怎么了 没有 问问 对了 我忘给你讲了 我和我父母 还有我太太住一起 这个年纪大的人 有时候有点续道 你一定要有耐心 晓得吧 我跟你讲话呢 嗯 那个小婉 你这也太不注意了 你说这幸亏就摔的没有多大事 你这摔严重了 那以后怎么办呢 是啊 你说谁愿意摔啊 我这办事都摔死了 我到房屋这么多年 从来都没出现过这种严重的事物 好 就以后多注意啊 那什么 我给你泡了 就你爱吃那方面 泡一会儿你就吃啊 你吃了吗 我吃过了 完了 我这两天呢 我就忙我自己的事 我也不怎么出门 你有什么事你就叫我 你还有别的事吗 没有了 那我忙去了 金波 你有事吗 没事了 金波 我想上个厕所 谢谢啊 你没事了 就是反正以后你就多注意就是 我长这么大一点 别别别人抱着上个厕所呢 谢谢 别掉进去吧 谢谢 谢谢 完了这儿你就叫我啊 邱先生 我有个问题 你是想给孩子找个妈妈 还是想给自己找个伴啊 实话实说 都有 我们不是小孩子了 都有历史 我也想坦诚一点 孩子的妈妈 在孩子很小的时候 就跟别的男人走了 我可以给她父爱加母爱 可孩子长大了 有些东西 我没办法给她 我没有做过母亲 却做了一个小时的新娘 未婚夫在婚里的最后一刻 跑了 怎么能这样 太不负责人了 你是我那次事件之后 第一次来相亲的人 第一次来相亲的人 我可是相亲很多次了 没关系 这件事情跟次数无关 跟质量有关系 又林小姐 也许我们有缘 我相亲 是奔着结婚去的 我也是 小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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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闻闻 香不香 香 我给你做的骨头汤 你尝尝 你给我做的骨头汤 嗯 你还会做骨头汤呢 我 其实我不会做饭 但我就会做这一个汤 哎呀 真的 你看 你幸亏没让我搬走吧 我要是搬走 就没人伺候你了 对吧 也是 哎呀 我还真是有福气啊 不过你也有福气 你要是真搬走了 你说你能搬哪儿去 上哪儿找我这么好的二房东 你说对吧 嗯 我也有福气 你知道我这汤怎么做的吗 怎么做的啊 就是我这个汤吧 我认为就是 特别奢侈的一种汤 就是它的做法呢 就跟别的做法都不一样 就是 做这个汤呢 就是必须得 就在锅边上就得看着 然后特别掌握火候 然后尤其是加盐 就得一点一点地加 然后这汤就特别鲜 看你说的 我都馋了 你馋了 我先尝尝啊 嗯 好喝吧 好喝好喝 我跟你说小点 就是现在很多人 就做汤的时候吧 就他们都陷入一个误区 就就真正的原汁原味的汤 呃就就是刚买了的那个骨头 新鲜的 然后就用清水炖 突然之后掌握火候 加盐就是最好的 就是 这么说 呃 就做一个东西 呃重要的就是要简单 然后呢 你要去花大量的时间 精力 美食是这样 尤其像我这搞服装设计 做服装 依然如此 你看我现在在做一套这个 青春动感系列 就我马上要参加比赛那一套 我就花了大量的时间 大量的精力 就我反复研究 包括国外 我参考了很多 已经国外的数据 我现在工作设计图 我就做了这么后一落了 嗯 然后我把整个设计方案全拿出来 然后我制作完成之后 甜甜真的 我第一个就拿给你试 嗯 对不起杨小的 我说错了 没事 没事 还好喝啊 哎 你给甜甜做过这汤吗 做过 你对甜甜肯定特别好吧 特别好 嗯 你对她那么好 她为什么要跟你分手呀 你说分就分吧 也奇怪 她为什么还来我家找你呢 那个小嫂 你帮我分一分析行吗 就是你看啊 我跟任甜甜我们俩吧 就好了四年 就好了四年 这四年当中呢 就她跟我闹过好多次分手 然后每次都是我 我求的我找她 就后来就和好了 就这回这次吧 就我 我觉得像真的 但是你说既然去她外面都找人了 但她又回来又找我 你说她是不是 就是相比之下 还是觉得我好 就想跟我和好 反正我是这么想的 既然你妈妈也挺喜欢她的 你妈不是见过她吗 对对 你又忘不了她 那你去找她 你当面问问清楚吧 但是我就觉得吧 她为什么她都找了那男的了 就我心里这股劲吧 就关键取决于我 就看我宽容不宽容啊 就是反正呢 就是毕竟也四年感情了 那你说我 我宽容她吗 好马不吃回头草 对对 好马不吃回头草 不吃回头草 不过呢 你要是不吃吧 我看你也挺难受的 要么你就吃吧 反正你也不算是什么好马 不是那个小子 这跟马没关系 就算我不是好马 但我也不会再吃回头草了 就我是不再宽容她了 她外面都有人了 哪男的都接受不了的 我不再宽容她了 那你还问我干什么呀 不是 就是我是想向你请教 我跟任天天 我们俩好了四年 我都没明白 就她到底是一个什么心思 什么心理 就我一直想弄明白 我就想让你帮我分一分析 你们好了四年 你都不知道我上哪知道呀 我那也是 你还是想把任天天找回来 我没有想找回来 就真的小枣 我结束了 彻彻底底地结束了 这次就再也不会再和好了 我不会再跟她怎么样了 天涯何树无芳草 我今末也不是没有人追 没有人喜欢 我不能为这一棵树丧生一片森林 就她就算是她再来找我 我绝对不会再跟她和好了 真的 当然是真的 金波 你坐 你这就对了 男子恨大丈夫 君子一言四马难追 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 分手都分手了 你还回头干什么呀 你越是惯着她 越是宠着她 她就越不把你当回事 你看你现在不理她 她反而回头来找你了吧 我跟你说小房秀 你说得太对了 就我以前跟任天天好吧 就就是因为我太惯着她了 我把她宠坏了 就全都赖我 对 男人确实就是应该有点知己的 我帮你添添汤去 你别忘了啊 天涯何树无芳草 来啦 来啦 爸 妈 这是刘晏 我刚请来的 你们先用用看 叔叔阿姨好 您先生都说了 你们就放心吧 我会努力工作 让你们二郎满意的 好 好 好啊 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商量 就带个小伯母来 王小嫂怎么办呢 那个小王不是请假了吗 你们两个总会有人要照顾的 没人照顾你们不开心 你们一不开心一闹 这 这一听就闹起来了吗 我这不是花钱买平安吗 对吧 我们用小王啊 刚刚用叔父了 就是啊 你怎么随随便便 又找个新人来呀 爸 家里总会要用人呢嘛 我要用小王 小王靠得住 我看这个姑娘啊 不灵的 你看她那个打扮 爸 爸 你就别说了 就两天应急 好了 就这样 儿子 就这样 她呀 一定又是去她幼墓家了 是 对了 你赶快跟小刘交代一下 我知道 知道 张快姐 你们家的家具用品不够啊 怎么不够啊 我们家里的抹布 都是分得清清爽爽的 那你看 这个呢是洗碗的 这个呢是擦玻璃窗的 这个呢是擦玻璃窗的 这个擦桌子的 擦椅子的 都要分得 重要的不是抹布 重要的是什么样的抹布 要用什么样的清洁剂 擦玻璃呢 有专门的玻璃清洁剂 家具呢有专门的 家具护理液 还有厕所那些浴缸啊 水池啊都有专门的护理粉 你们家有吗 没有 到现在为止 还在用这种 三块钱一瓶的清洁剂 这个怎么用啊 我以前都是在别墅人家家里做 可讲究了 好了 小刘啊 你再在别墅家里做事 那终究也是保你 可是人家家里有的东西 你们怎么一样都没有 笑的 好了 好了 张快姐 我是说 现在人的生活水平都提高了 像张快姐 你们这样的家庭 用这样的东西 说出去是要被人家笑的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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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什么事情也不要做了 就打扫打扫卫生 晚上我们就吃中午的剩饭 放在微波炉里热热就行了 剩饭 在我们农村是喂猪的 你说什么 真的 你不信去我们老家看看 我以前做的别墅人家 喂猫喂狗都是用营养品的 小刘 张快姐 我倒是无所谓 不过我好心劝劝你 你们二老年纪也不轻了 不要为了省一点钱 失败了身体 不划算的 吃好一点 老妮呀 这个小姑娘 怎么有点神经兮兮的 忍一忍吧 怎么说也是儿子的好心呢 明天就吵到她 怎么看着都不舒服啊 不舒服 阿姨啊 你病了 哦 我刚才是说 要把你的身份证拿出来 我要复印一下 是你儿子从家政公司把我找来的 你怕什么呀 我会在复印件旁边写上 专供保姆证明使用 要复印 你们也把身份证复印一份给我 小刘啊 你怎么可以这样讲话呢 你和我们是不同的 我们是冬家 你是保姆 我们住在这里跑不掉的 有道是 铁打的冬家流水的保姆 你是流动的 要跑也是你跑嘛 那万一我被你们欺负了呢 要复印 大家一起复印 好好好 我都复印 都复印 好了吧 对了 这上面啊 是一张表格 你每天做的家务事都写在上面了 你每完成一件啊 我就打个钩子 你没有完成啊 我就打个叉子 原来你们就是这么对付王小岛的呀 你这是什么话呀 怎么能说是对付呢 这是一五一十 规规矩矩 有道是七层锅八层炕 九层没火烧得旺 去家锅日子呀 就是要钱归正蒜 米归斗粮 晓得了 好了好了好了 我农村人听不懂你什么七八九 对了 阿姨啊 你刚才说要吵我是吧 我听到了 好吧 反正我也不想干了 你什么意思啊 你来了就走啊 你把我们叫当什么地方了 就是啊 你也不能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吧 那好 我就留下来做做看 不过我话先说在前面 要是你们对我不客气 我随时扭头走人了 这 这 小师妈我来 我来 我来 不用啊 你这孩子 你说 闻跟我这么客气 我妈还没老子不能动他 妈坐 我现在快成主人了 母姐 不用心里过不去 就是 他们照顾你应该的 谢谢谢谢 谢谢 爷 谁帮你又行这样呢 谁呀 我呀 怎么了 没送你干洗垫啊 我 我送去了 太贵了 要三四十呢 我拿回来 这样用搓板搓走不就行了吗 这衣服不能水洗的 你看照的不能穿了 那我给晕晕 这不能晕晕完就变形了 又连啊 什么衣服 大不了再买一件吧 吵什么 这件是国际名牌 两千多块呢 两千多块 我的妈呀 这又什么做的 金子做的 两千多块 我才穿过一次 你为什么不自己处理这件衣服呀 再说买这么贵的衣服干什么 你那衣柜里还少吗 不是 妈 我要去相亲的 总得做个面子工程嘛 要不谁会看上我呀 太虚荣了 好了好了好了 吃饭 佑玲儿 回头姐夫送礼去啊 好 心里不用变了 吃饭吧 来 吃饭吧 吃饭 我真是老了 这衣服不能用水洗 我不懂呢 两千多块 真是 让我给毁了 你为什么这么注重表面的东西呢 你为什么不建立自己的精神品质 平时你还读书吗 怎么不读书 你怎么读书 我什么时候看到你读书了 如果一个男人就看你这件衣服了 这样的男人你能要吗 妈 你说的这是两回事 怎么是两回事呢 你说我相亲穿一破坏 谁会看上我呀 如果这个男人这样的庸俗 你就不能要 喂呀 别说了 是我的错 是我的错 我 我 吃饭吃饭 姚琳 你必须向姚妈道歉 我 姚妈 对不起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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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还错 不用 姚妈错了 好了好了都过去 别说这事了 姚妈 我把金波的情况 跟单位的领导说了一下 正好我们单位呢 要做工作服 这是我们单位的地址和电话 让金波去找我们主任就行了 好 喂 谢谢又良 谢谢啊 谢谢 好 好 刘燕啊 做一天呢也是做啊 我苦口婆心的跟你说呀 是让你洁身自爱 阿姨啊 你什么意思啊 好 以前我们家有个保姆啊 手脚不干净 我放在床头柜的东西啊 她都要亲自地摸一摸 我们买好吃的东西 你当着我的面吃没有问题的 她总是偷偷地带回家 这是不可以的 知道吗 哎呀 哎呀 你说这是不是王小早 不是不是 不是王小早 我刚刚说了 做一天也是做 我要立规矩的 我不是不相信你 我先小人后君子 好好啊阿姨啊 我倒想听听看 你们家是怎么样对保姆的 因为你是保姆 所以我才说这些 如果你是我们家的客人 那我就不说了 不实心不成事 不虚心不知事 我和你萍水相逢 所以我要把话都说明白 这样以后也好办事 比如说我们家的抽屉 都没有锁的 你一点点都不要动 啊 你洗完了衣服 你点好了放在外面 我自己来放 阿姨啊 你不要再说了 你的意思就是说 把我当贼看了 你什么态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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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态度 我就什么态度 有什么样的东家 就有什么样的保姆 那个小早儿 你要坐在床上 这么待着没劲的话 我就把屋外那个电视 给你搬进来 明天呢给你弄一个游戏机 你就可以坐在床上打游戏 不用不用 我哪有时间看电视啊 我还要看书呢 过两天还要考试呢 嗯 嗯 金波 你包得真好看 比医生包得还好的 我发现你手真巧 我跟你说小早 我们这个搞服装设计的呀 就必须得心灵手巧 你要是马虎 不好好做 那比如说我们设计出来的衣服 做出来了 那人穿在身上 拿尺寸差一点 那就不舒服 不舒服了 那你就是这个行业当中 最差的那种 我觉得就是任何行业 都要心灵手巧 就说白了就是都要认真 不过我就是觉得你比其他的男孩子细细 怎么了 我脚有点痒 就这儿 对脚知道 还痒吗 好点好点 我跟你说小早 就是你能够感觉这个脚痒啊 就说明快好了 就再换几次药之后 我估计就能下去走路了 真的 真的 金波 你懂得可真多 那你天天忙活我 你的那个叫什么 什么设计大赛怎么办呀 我是正准备着呢 我跟你说小早 我不瞒你说 就是我的那个 动感青春系列的那个灵感 就来源于你 我 就是那天 本来我在想嘛 我怎么着我都想不出来 就正好呢你在厨房炒菜 完了我就叫你 就是你一回头 我不骗真的 就那一刹那间 我的脑子嗡的一下子 我顿时毛色动开 就犹如醍醐灌顶 就是我想跟大家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我的这个作品 强烈地渗透一种 劳动者的韵律和美 还有节奏 衣服里面还有韵律呢 我跟你说小早 大自然是充满了节奏 充满了韵律的 你比如说你看音乐 音乐就有韵律有节奏 那么生活当中 也有韵律和节奏 只要你把它很有机地 集合在一起 那你就是最好的 姐 静波 那 那你这么一说 如果要是你成功了 那还归功于我呢 对啊 你当然有功劳了 那你得感谢我呀 我请你吃饭 真的啊 真的 行 那你就请我吃肯特机 就行 行啊 不行 肯特机太便宜 你请我吃韩国料理 我没吃过 这么说小早 我要是这个比赛 我要是能进前十名 我请你吃什么都行 说话算数 腊钩上吊一百年不变 行了 哎呀 我这哪是脚呀 我没想到我这张臭脚 都成艺术品了 此时此刻 我心里突然 有种异样的感觉 金波看上去傻乎乎的 但她善良 温柔 铁贴 这不正是女孩子们心中 向往的那种人吗 那个小达 就是你差不多你去休息吧 我赶紧过去忙活你那个衣服姐 等我做了第一个成衣 我就先拿给你看 好不好 好 哎 等一下 金波 我睡觉之前想上个厕所 哦 慢点慢点 你慢点走呀 你慢点慢点 走太快我腿疼 哎呀 怎么了 怎么不想上了呢又 怎么又不想上了 怎么又不想上了 没了 没了 嗯 那没了回去吧 哎呀 哎呀 我突然间想起一件事 什么事啊 我 我要拿个东西 那我把你放手上 我给你拿去 不行不行 你找不见 得我亲自去找 你就带我去吧 求求求求 好 那行 哎 这是在哪儿啊 哎 出发出发 哦 好 哪儿啊 那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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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高野怪了 哎 奇怪了啊 嗯 没有了那我回去吧 嗯 哎 我想可能是在你房间里呢 我帮你拿了你东西啊 你肯定在你房间 你拿错了肯定是 那看看这吧 那哪儿了 哎我看看啊 哎你看 哎呀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什么动感青春的那个 哇 那个设计啊 哦 对 我想看一眼 那你看看吧 哎呀 这亮子好滑呀 不是那个小枣啊 这你我 你找那东西在哪儿呢 哎呀 哎呀 这个 这个好看啊 这是新设计出来的吧 哦 对 哇塞 哎呀 这梦我突然想起来了 嗯 我那东西好像是在我床底下 你床底下也没有吧 回去好好睡一觉 不许再折腾我了 听见没有 你 我 我真的没折腾你 你别再折腾我 我没折腾你 我多累啊 我一会儿还做衣服呢 我 我都没几天做衣服 哎 别管他 万一再把我鼻子碰 哎 我回家的时候妈妈说 新来的保姆不行啊 哎呀 能不能不提这个 扫心 谁要那么晚给你电话 不接 喂 你妈打来的 你妈妈 我妈妈 我妈妈 老公呢 你刚啊 厨房的窗户关不上了 你出来看一下 你刚啊 来了妈妈 现在知道你爸你妈 住过来的好处了吧 哎呀 哎呀 这迟早会把我弄出毛病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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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اد 我 和他 goin啊 哎 一行 爸妈妈在厨房里忙呢 快去ざ马上去吧 家政公司给保姆看的保险 这个真不错啊 やっぱ你爸妈還得给 给王小嫂 淘医疗费 他们现在肯定哭求 没钱 我跟你说话 你听见没有 我就去 亲爱的 报纸上说 现在保姆的价格有回落的说法 出来做保姆的人多了 这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我跟你说话 你听见没有 你就不能去啊 为什么非要我去啊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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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吃早饭了 来 好长时间不做 还真有点累 现在想想王小嫂每天都做好多价 还真是蛮辛苦的 怡婷啊 我给你盛碗泡饭吧 不用了 我早上从来不吃泡饭 去喝牛奶 妈妈 帮我盛一碗 王小嫂这几天不来啊 家里的事说多也不多 说少也不少 大家分担一点 听见没有 妮高 你要多做点 我说给你听呢 怡婷 我知道呀 那我再说给我老公听啊 好了 好了 吃饭了啊 给 谢谢 保姆烧晚饭 妈妈 早饭以后我来烧好了 好啊 亲爱的 这可是你说的啊 爸妈你们都听见了 这可不是我逼她的 我们大卫人说呀 这个女人嫁老公呀 要首选男方人 男方的男人呀 最爱嫁了 而且呀 互做家务 还会省钱 是不是 老公 那也不能以偏盖全呐 你爸爸年轻时候 从来不进厨房 都是我进的 男人一进厨房呀 太没有出息了 妮高 怪不得你没说一些 你没听妈在骂你吗 怡婷啊 我在说你呢 你是媳妇 你应该多进进厨房 学着点怎么过日子 妈 我从来不进厨房的 你也不是不知道 我做你们家媳妇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吃饭 妈 吃饭了 妈 您看报纸了吗 最近呀 这保姆的价格便宜了 您知道您儿子一小时 给保姆多少钱吗 能不能早上说点别的 开口闭口老是保姆 一家人在一块吃饭 顺便说说这个保姆的事 这就是生活呀 再说了 你的钱不就是我的钱吗 你付给保姆多少钱 应该让妈妈知道 是不是啊 妈 那个 您刚跟我说是八块啊 十块 现在小区里哪有八块钱的呀 逸刚啊 你给王小嫂到底多少钱呢 是啊 多少钱啊 十五块一个小时 怎么了 十五块钱一小时啊 你看啊 我的耳朵是不听错了 到底是八块 十块还是十五啊 帮帮忙 你们动不动就要换保姆 很不好找的 我只有花大价钱才可以找得到的 重金之下才有勇夫嘛 一小时十五 你看啊 要是让周围邻居知道了 还真以为你跟咱们家小保姆 有什么不甘不尽的关系呢 你怎么讲话呢 可是 本来就是呀 哪有这样的工资呀 我工历这么多年 还没有这个待遇 老婆拿这么点 保姆那么多 你当我傻子呀 十块有十块的水平 十五有十五的水准 我就是想多花点钱 找个好保姆 照顾好我爸爸妈妈 怎么了 大早上也不让好好吃个饭 烦死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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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我来洗吧 不用 你不开心啊 儿子 妈妈是心疼你呀 十五块钱的工资是太贵了 十块钱的满大街都找得着 你给刘彦多少钱啊 刘彦十块钱的 钱好赚哪 关键是我想找一个好保姆 好好照顾你和爸爸 有的时候呀 你花再多的钱 为必能找一个好保姆 你的笑心 妈妈知道 你以为你是印钞机呀 你的钱是一分一分地挣出来的 妈妈 那就不用想我了呗 反正她也正好请假了 就用刘彦 反正妈妈舍不得你这样花钱 好了 那妈妈我来洗吧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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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外面去做事情 妈 那我帮你 你骂我 十五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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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给保姆加工资的 我可没听说给保姆捡工资啊 可现在知道他比别的保姆贵 我这心里啊 就是不舒服 所以呀 您要说说您儿子 家务事让他别插手 那人搞不清楚的 好 这个我晓得 我会跟你刚讲的啊 可是啊 王小找的工资啊 我还是要捡他的 爸 你家保姆工资那保姆开心 这个家务活儿能干得更好 这是皆大欢喜的事 对吧 你有听说过 捡保姆工资啊 而且按照行情 你要捡也不是捡一块两块 你是一下子捡五块了 对 怎么可能啊 怎么不可能啊 大不了就不用小王 现在保姆多了 刘燕要是不行啊 我再换一个 妈 你不是说过那个 刘燕那边的不舒服吗 你行 少说两句 干嘛不能说呀啊 我又没说错了 你一小时就给了十五块钱 你跟我商量过没有啊 钱是从你口袋出去的 我怎么着也是你老婆 打个招总可以的吧 我孝敬我父母怎么了 天经地义啊 可是这个钱是我们的共同财产呀 谈到钱就共有了 为什么孝敬就没有你呢 怎么没有我呀 你说话讲讲良心好不好 好了好了 良心 你办事讲良心了吗 我怎么了我 少说一句 少说一句 少说一句啊 都少说一句 我告诉你 我就烦你对我爸爸妈的态度 你一干 我怎么了 我什么态度呀我 歇一歇去 吵来吵去 是完了你 最伤感情了 你一干嘛 说来说去是为我们父母 这保姆的工资啊 是高了一点 他不知道的 他不懂的 就是啊 怡婷啊 我们住在这里 已经很麻烦你们了 你们如果要是 总是这样吵啊吵啊的 那我们只好搬出去了 是啊 搬 你们搬哪儿去呀 我们搬到外面招待所 十块钱一个晚上 等房子修好了 我们再搬回来吧 你们要这样做 你应该会跟我离婚的 哎呦 一婷啊一婷啊 离婚这个字不能随便说的 有教养的女人 不拿离婚说事的 哦 对对对对 那好 这话我收回 你看看你看看 他连离婚都说都出口啊 你不用怕 他吓你了 三十好几个人 孩子都生不下来 他能折腾到哪里去啊 也就是我们一刚好脾气 能忍 要换了别人 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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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电动炮 什么还愿意 什么呀 真是 嗯 试试 试试 不 老板也说这不行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我想知道为什么 金波啊 大家也不是头一回打交道 哥们儿告诉你一句话 你记住了 说你行你就行 说你不行 行也不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老师 饭好了 好好好 吃饭 吃饭啊 李老师 你真的好有风度啊 小刘 你很会讲话嘛 是真的 我觉得你们家就你最好 我为人是很好啊 以前在学校里 我的微信很高的 李老师 我可不可以问一下 你们家电话号码是多少 你问这个做什么呀 我老家有个长途电话 他打到我的电话上 我是要付钱的 我可不可以就让他直接打到这个电话上 这个 李老师 你为人很好的 你一定会帮我的对不对 好好好 好好好 我把这里的电话号码讲给你听啊 98003003 你让他打到这里好了 谢谢 谢谢李老师 好好好 老妮啊 你这个电话 你把这小儿子打来的 这是我东家的电话 没事 说吧 还可以了 反正喝喝汗呗 现在城里钱哪有那么好准 爸妈还好吗 对了 上次我给你寄回去的东西好用吗 是不是特舒服啊 小刘啊 吃饭了 不要再打了 我接个长途电话 你们不用管我 先吃 要吃也一起吃啊 真的啊 是个儿子 什么人呢 怎么拿到家里来啊 儿子 请进啊 八斤 太好了 你是不是把儿子电话给他了 他说有个长途找他 他想省他的手机费 你怎么随随便便把儿子电话给他了 什么乱七八糟 你怎么知道的人啊 我也不晓得他跟 你脑子进水了 你脑子进水了 他跟你这么一点 你都不知道几亲几两了是吧 那现在怎么办呢 去跟他讲不要打了 去啊 好好好 好